视障男带导盲犬 摔落铁轨被JR电车撞死 日本骑御县爵士的JR决站发生意外 一名带着导盲犬的全盲男子 从月台掉进轨道被电车撞死 而当时车站人员并未口头提醒该名男子 男子在1月14日早上7点多 为了前往自己经营的按摩店 带着导盲犬到JR决站 男子下楼梯到月台后 走进楼梯和轨道间 约两公尺宽的月台走道 日本交通省及铁路公司 为了避免发生事故 在未设安全门之月台上 原则上应要由战务人员 口头向视障人士搭话 并带领他安全上车 但是当时在场的战务人员 明明看到该男子走过月台 却没有提醒他 男子后来踩空 掉落到铁轨上 而被列车撞上身亡 JR冬日本公司表示 虽然当时有一名战务人员 发现月台上的男子 但该男子并未要求 需要陪伴上车 导致战务人员 也没有特别提醒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